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我是贝尔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黑椒牛排和香煎包子甘蓝的做法 首先准备牛肉650克 可以选择牛类眼肉或里脊肉这类比较嫩的肉 撒入一点盐 两面都撒盐入底味 再撒入一点黑胡椒粉 将盐和黑胡椒粉涂抹均匀 最后倒入一勺橄榄油 涂抹均匀以后放一旁备用 这期间我们来做香煎包子甘蓝 准备包子甘蓝350克 去掉根部和老叶 从中间切开 全部切好后放一旁备用 锅中烧水 水开后放入一勺盐 一勺植物油 倒入包子甘蓝以后 倒入包子甘蓝以后焯水两分钟 焯水的目的是去除苦味 如果你喜欢味道更浓郁的可以不焯水 两分钟以后捞出 装入碗中放一旁备用 定起锅 锅中加入一勺橄榄油 倒入包子甘蓝 切面朝下 盖上盖子 中小火慢煎 煎至金黄色以后 翻面 切入一点盐 一点黑胡椒粉 盖上盖子 将另一面煎一会儿 打开盖子 翻炒一会儿 使调料混合均匀 煎好后就可以装盘了 下面煎牛排 锅中倒入一勺植物油 油虾热至微微冒烟以后 放入牛肉 转中火慢煎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翻面 再煎一分钟 然后插入温度计 观察牛肉内心温度 这时候也可以随意翻面 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出锅温度 关于出锅温度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牛排出锅后 虽然离了热源 但是表面的温度 还会继续向内部传导 导致内心温度 继续升高5到8摄氏度 所以最好提前 5到8摄氏度出锅 根据个人口味 全程只需2到6分钟 煎好后 与包子干来一起装盘 淋上自制的黑胡椒酱 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黑胡椒酱的做法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目录中找到 一道黑椒牛排和香煎包子甘蓝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是贝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